25号中共当局公布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 已经由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 向济南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那么薄熙来被控涉嫌受贿 贪污滥用职权罪 有评论就指出 中共当局是为了保党而隐瞒了薄熙来 更大更多的漏罪 如此的轻判 等于洗礼新领导班子杨虎一换 7月25号中共喉舌报道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数额特别巨大 贪污公款数额巨大 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 以受贿罪 贪污罪 滥用职权罪 追究薄熙来的刑事责任 并恕罪并罚 香港苹果日报透露 因薄熙来掌握大量高层机密 所以他的审讯会分两步来 25号对机密内容展开内部秘密审讯 大约一周后就会公开起诉书 并进一步公审他经济方面的罪名 香港媒体报道 23号下午公审薄熙来的文件 已经在中共内部下发 薄熙来受贿2000万元人民币 贪污超过500万元 重庆打黑期间被冤判 一年半的打黑案辩护律师李庄 在香港参加书展时披露 薄熙来很有可能获得轻判 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 中共是为了保党 而隐瞒了薄熙来更大更多的漏罪 同时他还指出博案致命的两大漏罪 赵远明指出 这两项罪行如果暴露出来 民众对中共的本质就会进一步看清 但是中共为了维持独裁专制 把薄熙来最大的罪状捂了起来 要审理这两方面的罪就要牵出很多人 有很多呢现在还在内的 有很多呢表面上还看着挺到谋岸然的 这两个罪要是抖了出来 那就是不是一般的罪行啊 对于中共来讲 就有可能导致全盘的崩溃 去年二月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叛逃美领馆 将中共全斗丑闻曝光天下 3月15号薄熙来被免职后 海外媒体大量揭露了薄熙来和前中共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等血债帮密谋政变 以及杀人 活摘器官 贩卖尸体等罪行 中共媒体也报道了薄熙来的贪污腐败 淫乱 滥用职权等罪行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教授张天亮指出 轻判薄熙来是江泽民 曾庆红 罗干 周永康等血债帮的最大心愿 但是对于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来说 等于养虎疑患 很轻的来判薄熙来 一方面的话等于是鼓励大家去造他们的反 去抢习近平跟李克强处里边的权利 那么同时的话呢 他们也把自己放在里面很危险的 如果中国经济发生危机的话 薄熙来啊 像周永康啊 他们说不定还会带利用民间对共产党的怨气 把习近平抛出来作为一个替罪羊 综合各方面考虑 张天亮认为 如果轻判薄熙来 将是习里走错的最错一步棋 他们可能都没想明白 就是共产党是根本就保不住的 不管是从这个经济的层面 从这个政治层面 从这种社会危机的这种尖锐的程度啊 包括中国的环境问题等等 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共产党就会垮台 垮台的时候的话呢 就到底是谁来为这个共产党的罪惡来承担责任 张天亮指出 如果习近平不去追究江泽民 薄熙来 周永康等人的罪行 他就得去背这个黑锅 也就是习近平 李克强和温家宝 得为中国的经济问题等背黑锅 然后江泽民 周永康等人 再趁机东山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克强和温家宝